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Timer这个类 Timer类要求怎么样呢 要求掌握 它叫做计时器 计时器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眼 Ctrl C 你说计时器这样的一个应用 会在哪里有应用啊 会在哪里有应用 比如说你手机上一个闹钟 它其实是不是相当于计时器 在指定时间 安排你执行指定任务 这就是计时器 一种工具 现成用其安排以后 在后台中执行任务 可安排执行一次 或者定期重复执行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手机里面 有一个闹钟的功能 然后呢 你定个闹钟之后呢 在闹钟响了 你不搭理它 然后过会它又响了 小睡一会 是不是又过会又响了呀 隔几分钟之后再叫你 就定期重复执行 好我们下看啊 Timer 这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Schedule Schedule什么意思呢 是安排在指定时间 要执行指定的任务 那么这里面有TimerTask 这个TimerTask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啊 任务 而这个DataTime 指的就是啊 时间 那现在DataTime 我们知道 给一个时间就可以了 这个TimerTask 这个任务是什么 来点击看一下 来来看啊 这个TimerTask 它是 由Timer安排的一次执行 或重复执行的任务 就是任务对不对 好 那么Timer里面有个什么呢 TimerTask里面有什么呢 有个Run方法 来看TimerTask 其实它也实现了谁 实现了Random接口 那这个Run方法 其实来自哪里啊 来自于Random接口 而这个Run方法 是一个什么 什么方法 是一个抽象的 Obstract是不是抽象的啊 抽象的 所以呢 这个任务是交给子类 去完成的 你有个TimerTask 你得需要创建一个 它的子类 然后呢 让子类去啊 写想要完成的什么任务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啊 Ctrl C 然后我们在这里 Dime3 Dime3 Timer Timer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来 ClassMyTimerTask 然后让它干嘛呢 是不是让它继承TimerTask 继承这个TimerTask 然后继承完之后啊 我们就干嘛啊 重写它里面的Run方法 因为它里面有个抽象方法嘛 好 Ctrl加1 这个不难啊 你听一听就会了 当你们到就业班 尤其是学安卓啊 一定会用到这个类的 好 打印一下 起床 背 英语 单词 好 起床背英语单词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创建一个Timer对象 创建一个Timer T-A-M-E-R 然后呢 Timer 导进来 T 就等于New一个Timer 然后来一个T.R Schedule 然后来看这里面 是不是要安排 指定时间去执行指定任务啊 好 我们来一个New一个 New一个MyTimerTask 是不是要执行这个任务啊 然后这里面要安排一个指定时间 然后安排指定时间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New一个Data DAT Data 然后这个Data这里面看啊 是不是有年月日十分秒啊 看到了吗 Data这里面有年月日十分秒 好传进来 那么年月日十分秒 这个怎么传值 别冲动啊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API Data Data 还进错了 进的是Youtil的啊 然后找一找 Data 看这啊 年月日十分秒 是不是点进来 点进来看一眼 那么年 要减去1900 然后呢 月呢 是代表0到11 就代表1到12 然后Data呢 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区别 就是一个月中的1到31天 然后呢 这个小时呢 就是0到23 这也没什么 然后分钟呢 是0到59 秒是0到59 所以 年和月在用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给的是 我们这里是2088 要减去1900 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2088 2088 减去 1900 等于 188 188 然后月呢 咱们把这个时间 显示出来啊 显示一下 好 打开 月呢 咱们给6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月给6 然后呢 Date呢 我们给的是1 然后小时呢 小时咱们给的是14 分钟呢 咱们先给的是20 秒呢 先给的是30 30秒 好 先这么写着啊 一会儿我再改 就是这个时间超了 我再改啊 然后接下来 在下面 我为了让你看到效果啊 我来一个well true well true 然后呢 来一个thread的 点的一个sleep 1000 好 把这一张抛出去 然后呢 再来syso打印 new一个date 啥意思啊 我让你一秒钟打印一次时间 一秒钟打印一次时间 然后呢 我看到这一块的时候 有没有去执行 明白吗 好 咱们再重新看一遍 这个代码哈 我简单说一下 我创建了一个计时器 创建计时器呢 然后安排一个指定时间 执行指定任务 这个就是那个指定的时间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那个指定的任务 这个指定任务干嘛呢 就是起床 非计创建计时器 然后下面加这个代码的目的 然后下面加这个代码的目的是 让你看到我隔一秒钟打印一次时间 隔一秒钟打印一次时间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是不是到指定的时间 它就会执行了 好 运行起来 好运行起来 13 14 17 18 19 20 21 20 20 14 25 26 27 28 29 30 看到吧 你看 是不是到这个点 它就执行这个 起床被应语单词这个事啊 好 我们把他停掉 我们只要到了这个时间 那就会执行这个 起床被应语单词这个事 那么还有一个 他说 可以在指定时间内 重复做这个事 Timer 比较好玩吧 这个 好来看 我们看到的构造 不是构造 看到这个schedule 这里面有两个参数了 这是第一次的时间 然后呢 这是指定的一个重复的时间 就是你想过多长时间 再让它去执行一次 那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个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参数 这是第二个参数 然后呢 在后面来一个3000 3000 这什么 是不是毫秒值啊 就过三秒 我们再执行一次 然后呢 这会儿我们改成这个是 22 22 然后呢 50 好 来运行 看着啊 执行了吧 然后过三秒 这不就执行了 然后每过三秒 它都执行一次 看到了吗 我就不信叫不起你 对不对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练习啊 不是这个练习 这个timber这个类啊 那么它就是 计时器类 在指定时间 安排指定任务 呃 这里面的参数 我都写一下 在指定时间 安排指定任务 好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 是安排的任务 安排的任务 第二个参数 是执行的时间 第三个 第三个参数 是过 多长 多长 时间 再 重复 执行 OK的啊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好了 那么这个指点呢 咱们在这儿保存一下 这个参数 三个参数 参数 distinction